今天我要和您说明的余奈南和南西亚洲的平衡 这将是我们的车 众所周知 武装直升机在越南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除了搬运伤兵和弹药补给 摆脱地形和空间的限制 将美军步兵灵活地部署到敌人薄弱的后方与侧翼 同时提供强大的空中火力支援 增添了许多战术上的选择 这也是电影《我们曾是战士》中 空中第一骑兵师实验性的战法 于是在诸多的越战电影中 直升机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元素 现代启示录里 武装直升机中队播放着飞翔的女武神 进攻越宫的村庄 指挥官仅仅是觉得这里适合冲浪 并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台词 全金属外壳中一名机枪手 歇斯底里的朝稻田中的农民和水牛开火 会跑的肯定是越共 但在越战老兵罗恩费里奇 曾在空中第一骑兵师服役的武装直升机机长的眼中 低空飞行执行任务时非常危险 经常是敌人机关枪集火的目标 不停有子弹带着尖笑声从耳旁飞过 远没有普通人想象中的那么威风 1968年对于越战和美国来说 是形势急转直下分水岭的一年 总统林登约翰逊和美军驻越总司令威斯特摩兰 向公众承诺战争胜利在望 已经可以看得到隧道尽头的光亮 而在一月底 北越将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攻势 不顾客观现实寻求全面决战 最终付出了极大的人员伤亡 但从长远历史的角度上来看 却击溃了山姆大叔从政界军方到民间的心理防线 这一年 美国经历了数次暗杀活动 反战和民权运动让街头抗议白热化 林登约翰逊这位曾经在国会长袖善武无所不能的政治高手 逐渐发现棘手的难题越来越多 GFK的弟弟罗伯特在一篇《摄论》中引用识人叶之的诗词来形容时局 混乱 弥漫世间 万物分崩离析 1968年元旦的晚上 胡志明通过广播发表公开信 祝贺新年的同时 号召全体军民坚决夺取战斗胜利 在这封信的末尾他念了一首诗 《今年春光盛网年》 举国欢腾 捷报传 南北竞赛打美帝 稳操全胜 涌向前 这首诗同时也为秘密谋划的春节攻势做动员 全面进攻 全面起义 北越将安排数万名正规军乔装打扮 潜入南方与越共协同作战 进攻南越的大中城市和军事基地 李笋乐观地认为战斗打响时 南越人民会揭竿而起 云集响应 彻底将西共傀儡政权击垮 并迫使美国人撤出越南 行动时间定在着这一年的春节 1968年1月30号 在河内的精心安排之下 众多越共和北越武装人员 悄悄偷运中苏援助的武器弹药 潜伏到预定的目标城市 埋到无人注意的田地 垃圾堆和墓园中 等待时机成熟时取出使用 在春节来临之前 美军隐隐地察觉到 北越即将发动全面的秘密攻势 归人士抓到了11名特工 随身携带磁带的内容便是 号召年月民众起义的录音 威斯特摩兰根据不多的情报猜测 敌人进攻的目标极有可能是位于DMC最西侧 仅有6000名守军的西山基地 而北越士兵约3万人在附近集结 如同14年前越盟的垫边府战役 针对其他目标的进攻是障眼法 1月21日 北越开始对西山进行炮击 切断地面交通 将基地团团包围 在9号公路沿线射服围点打员 LBJ担心重蹈法军的覆辙 在白宫中摆放了推演沙盘 实时了解战斗的最新情况 并给被围困的部队提供空中支援 但事后证明 西山战役只是虚晃一枪 河内试图在南越全境发起攻势 针对大中城市的进攻才是重头戏 北越官兵在离损盲目乐观的感染下 同样不切实际的认定胜利在望 当时26岁的哈尔·库什纳 一度相信上风 战争形势有利于我的判断 他是第一骑兵师中的机上外科医生 同时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1967年12月 他本来要去授课 题目是夜间飞行的危险性 倒霉的库什纳乘坐的直升机 在风雨交加中偏航 并坠落于山谷中 库什纳从残骸中艰难逃出 M60机枪的子弹受热爆炸 有一发弹头打穿了库什纳的肩膀 本来按照规定 他和另一位幸存者应该在原地等待救援 但三天过去后 缺乏食物和水 占有伤势过重 不幸身亡 库什纳于是决定下山试试运气 刚走到山脚下 两架直升机正在坠机点盘旋 但飞行员并没有发现他 后来当地的农民将库什纳交给了越贡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作为战俘 他将在越南待上六年 按照惯例 数万名南越国军在除夕这天开始的春节休假 但北越和越贡的秘密行动蓄势待发 为了春节攻势 他们已经提前过节 阮文松所在的部队来到了西贡城郊 与此同时 陆战队下士罗杰哈里斯 结束了13个月的派驻 将返回国内 他乘坐的直升机来到陆战队第三师 位于东河市的基地 当一抵达机场 便遭遇了敌人的炮击 哈里斯一开始觉得 是上帝要将他和阵亡的战友 一起留在越南 当他冒着炮火登上运输机 一小时后降落在县港机场时 却发现这里也在遭受着同样的攻击 1月31号服晓 8.4万名北越和越共士兵 在南越境内发动全面进攻 包括36个省会城市和十余座美军基地 正在西贡的威斯特摩兰 勿将第一次爆炸当成春节的烟花 而副司令艾巴拉姆斯还在睡觉 当西贡郊外的新山一机场 和南越国军总部遭遇迫击炮 火箭筒攻击时 甚至没有一名高级指挥官在场 天亮时机场一度被越共占领 越共士兵开始分散进攻 西共内外的各处目标 民众一开始以为是又一次的政变 却发现越共竟已攻入了城内 一支小队甚至打到了总统府的门前 被赶来支援的南越坦克拦下 幸存的越共士兵退到街对面的楼中 最终不敌赶来的南越国军和美国宪兵 整个西贡的情况乱成了一锅粥 街头到处都在进行激战 大大出乎了美国人的意料 而在西贡城外边河市的龙平 越共突袭了美国陆军在越南的最大基地 一度穿越了警戒线 点燃了一座弹药库 引发了猛烈的爆炸 但越共的死伤极为惨重 尸体成堆 这场突如其来的攻势 令美国舆论哗然 几个月前总统宣称进展顺利 形势却在几天之内急转之下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越共竟然攻入了美国驻西贡的大使馆 19名突击队员炸开外墙 闯入大使馆宽敞的院落中 并和美军爆发了激烈的枪战 尽管所有的入侵者最终被击毙或被俘 但电视新闻通过卫星 立刻传回了美国 令国内民众震惊 错愕不已 西贡一度被认为是南越最安全的城市 而驻越大使馆也遭受到攻击 无疑令美国人经历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敌人完全不是当局所受的雷弱 而是表现出惊人的强硬 西贡街头的战斗还在继续 爆炸 子弹的呼啸声交织在一起 越共不断针对南越官员和军事人员进行暗杀活动 四处可见被草席匆匆遮盖的尸体 在战斗的第二天 一名叫做阮文林的越共上尉被当街枪决 摄影记者艾迪亚当斯捕捉下的这个瞬间 成为了越战的标志 媒体对于西贡报道的倾向 让林登约翰逊大为光火 极为愤怒 在这两天中 美军歼灭了近两万名越共士兵 包括突袭大使馆的19人 而自身阵亡人数不超过400人 但媒体却像是酗酒的醉汉 胡说八道 反而谴责当局早就应该停止轰炸 保卫大使馆的力度脆弱不堪 完全无视美军收获的巨大胜利 媒体一直在关注着西贡的战斗 但春节攻势在南越四处都在进行 多数袭击很快被南越国军和美军击退 每一处的战斗越共都伤亡惨重 然而顺化战役较为特殊 这里也是春节攻势最为漫长和血腥的战斗 北越方面总计投入1.2万人的兵力 高春台所属的队伍 共600人最终一半阵亡 100人被俘 战事从1月31日开始持续了一个月 顺化这座越南历史上的京城 被湘江一分为二 战斗打响的前几天 北越正规军和越共 占领了城中绝大部分区域 只剩下了湘江南岸的美军顾问营地 以及皇城内的南越国军一师师部 陆战队下士埃尔哈特 本来他的派驻期马上就要结束 近一年的时间里 他所处的部队 显有机会同越共交手 但忽然之间 他所在的部队奉命去救援 被围困的美军营地 曾经无所事事的埃尔哈特和战友们 同北越部队进行了血腥的缠斗 艰难的杀出了一条血路 来到了美军驻越司令部的营地 然后和敌人进行更加残酷的巷战 埃尔哈特回忆到当时的情形 肾上腺素让他忘掉了一开始的恐惧 但作战是极其艰苦的 需要清理一座又一座的房屋 这位叫做阮世华的越共老兵 依然清楚的记得 当年一幕幕的短兵相接 双方的激烈交火 令顺化成满目疮痍 平民被迫撤往大雪里集中安置 战友曾动过歪心思 拿出点军粮就能换来 同越南女孩的人与人连接 但埃尔哈特并没这样干 外面正在进行的激战 这种勾当属实龌龊不堪 几天之后 一名军官乘坐着吉普车 找到负了轻伤依然同敌人交战的埃尔哈特 将他送上了回家的直升机 身后是残垣断壁 枪声不断的战区 而出城之后 埃尔哈特看到下面稻田中劳作的农民和水牛 仿佛这场激战并不存在一样 随着战斗的持续进行 城中的北越及越共发现 自己反而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 驻扎在皇城内的尔文第一师 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抵抗 牵制住了不少北越的诸多兵力 经过了26天血腥艰苦的敖战 伤亡惨重的北越部队 撤出了顺化 南越的旗帜 又一次飘扬在了城头 而顺化这座曾经美丽的古都 变成了一条河 两边的废墟 接连几个星期 在美国的电视荧幕上 都是来自越南血腥暴力和破坏的画面 这让美国观众直面了战争的恐怖 西贡枪决这张照片 成为了美国民众对于越战的集体记忆 他们不禁要怀疑政府支持错了人 不折得花费巨额金钱和年轻人的性命 去保护这样一个暴虐的政权 尽管这张照片背后是另外一个故事 时间来到了三月中旬 第82空降师的菲尔乔亚少尉带领着侦察牌 在顺化城外的田地中 发现了越共掩埋尸体的乱葬岗 河内宣称这些人是南越的官员和军人 否认杀害过任何无辜的平民 不过当年参与顺化战役的北越军人证实 的确进行过大规模的清洗活动 作为国家元首的林登约翰逊 坚称美军在春节攻势中基于北越毁灭性的打击 单纯从军事的角度上来说 LBJ是对的 河内曾一厢情愿的认为 南越国军会倒戈卸甲 但实际上没有一支尔文投诚 普通民众也并未响应起义 北越总计8.4万人参与春节攻势 纪录片中的数据是 约5.8万人伤亡和被俘 从战损比看来 无疑是一场惨败 但春节攻势打破了美国继续战争的意志 总统内阁也爆发了激烈的争辩 不少人认为 北越并不会就此掩其息鼓 3月10号 纽约时报刊发了新闻 威斯特摩兰认为 还需要20.6万名美国军人前往越南 民众便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如果春节攻势 真是北越的灾难 为什么还需要这么多人呢 就连林登约翰逊的党内同志 逐渐公开发表对于战争的疑虑 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认为 敌人粉碎的官方虚坏了面具 我们恐怕无法击溃河内的意志 必须要主动寻求同北越的和谈 刚刚从前线报道战事的记者 CBS的著名主播 沃尔特·克朗凯特 诚恳地向公众发表自己的见解 主动做下来和谈是当局唯一的出路 在三月份新汉部12周的党内初选中 尤金·麦卡锡获得了42%的选票 而林登约翰逊是49% 在此之前LBJ的支持率是67% 几天之后 GFK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 宣布参与竞选总统 民调显示 他的支持率明显高于LBJ 3月26号 总统的核心幕僚之前 极力主张扩大越战规模 如今建议林登约翰逊改变政策 LBJ仅同意增派1.35万士兵增援 并让威斯特·摩兰转任陆军参谋长 取代他的时期副将埃伯拉姆斯 3月30号 盖洛普的民调显示 约63%的民众反对LBJ的战争策略 一天之后 总统通过电视向民众宣布 他将暂停轰炸河内和海防 希望北约会同意进行和谈 然后他出人意料的决定 震动了全美 LBJ将放弃1968年的总统竞选 陆战队下士罗杰哈里斯 完成了13个月的派驻后 返回了国内 他加入马润 希望成为受人尊敬的英雄 也很庆幸能从越南全身而退 然而在波士顿的机场 没有一辆出车车 愿意停下来 将身着军装的哈里斯送回家 有位好心的周警拦下了一辆 但司机拒绝前往波士顿南区 哈里斯成长的黑人社区 罗克斯伯利 1968年4月4日 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 令种族骚乱的怒火愈加猛烈 全美110个城市发生了暴乱 尤其是华盛顿特区的动荡 持续了长达6天之久 4月底 反战的学生占领了哥伦比亚大学 历史上首次将主要大学逼停 一周后警方将示威者驱离 并将上百名学生打进了医院 这时的美国是南北内战之后 社会最为分裂的时期 与此同时 河内第一次同意与华盛顿对话 双方谈判人员开始在巴黎接触 但离损的方针仍是边谈边打 边打边谈 这一年的5月5日 北越再次针对南越的119个目标 发动了小春节攻势 西贡的街头 再次发生了战斗 半座城市被炮火硝烟弥漫 当然北越依旧经历了失败 在这年的春天 罗伯特·肯尼迪得到了民主党内的总统提名 他向支持者承诺将结束战争 并试图弥合种族之间的裂痕 但在6月6号的凌晨 他和哥哥一样遇刺身亡 令无数美国人震惊与错愕 失望与消沉 这一年的11月 美国将选出新的领袖 多数人都希望他能在几个月之内结束战争 至于如何去做 进行如何方式的让步 看起来都只是些细节问题 但就是解决这些细节问题 还需要花上接近七年的时间 还需要27,184名美国人 和几十万越南老挝 柬埔寨人的性命作为代价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内容 欢迎收看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张馆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关系的